银堂 我们冷月城和你们烈焰城 一向无怨无仇 你们为何要和寒水城的人 一起落井下石 冷蒙看到此景 脸色终于大变 力声喝倒 银山少妇冷冷一笑 似乎根本不屑于答话 手臂已挥 数百刀烈焰城的修饰飞射而出 对面寒水城的人 也从虎形的鬼兽身上飞了起来 两方千玉明修士 包饺子一般的 将冷月城的众人围在了中间 冷月城众人脸色大变 一个个都望向了冷蒙 柳明等诗人也神色不安起来 纷纷暗中凝聚法力 冷蒙脸色铁青 心中瞬间闪过了万千念头 不过寒水城和烈焰城的修士 却不会给他多享的时间 蓝袍巨汉和阎山少傅同时一声令下 他们手下的幽族强者顿时岂不可耐地发动了各种攻击 迁运到各色光芒 如同雨点一般的激舍而来 威士极为的惊人 冷月城五个分队的幽族修士较弱 有些甚至只有宁夜期的势力 在这等威士之下 脸色大变出现了一丝混乱 不要慌 所有人听我号令 组成悬月防护罩 冷蒙眼中寒蒙一闪 不容置疑的大声喝道 声音如同涛浪一般的滚滚扩散开来 所有的冷月城幽族马上反应过来 在五只巨兽上面纷纷排列成阵 彼此之间结成了一个五角星阵 各个幽族仿佛演练了无数遍一般 在五名队长的指挥之下 身上冒出了大片的灰色光芒 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倒扣碗状光照 挡在了头顶 光照刚刚成形 雨点般的攻击已经落在了上面 顿时激起了大片的灰白光芒 隆隆的震向大气 灰白光照光芒剧烈颤动 五名真丹镜的队长同时低贺一声 激起了一个白色轮盘法宝 五道光柱击射而出 注入到了悬月光照上 光照很快地坚持了下来 非但没有破碎 反而稳定了下来 冷蒙看到这一幕 微微松了一口气 乌龟罩子倒是结实 寒水城的蓝袍巨汉却冷冷一笑 一只手一挥 站在他身旁的几个真丹镜的修饰 立刻地飞射而出 两手一扬 从几人手中飞射出了十几个黑色圆珠 落在了灰白光照的附近 黑色圆珠一闪 化为了十几头巨型鬼物傀儡 每一头都有十几张大小 幽黑的皮肤上犹如黑色岩石 体型看起来壮硕无比 光照之内冷蒙见刺 瞳孔一缩 而十几头巨星傀儡 则抡起了巨大的拳头 重重地轰击在光照之上 悬月光照立刻轰轰地震颤起来 从时一股股无形的距离 洞穿光照而过 直接作用在了里面的冷月城的幽族身上 一些修为较弱的当场惨叫的倒飞出去 就此重伤不起的样子 另一边 绿山少傅一挥欲臂 他身后的十几个炎甲幽族飞射而出 白光一闪 这些炎甲修士手中多出了一面苍白色的大旗 上面映刻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图案 白光闪闪 一看便知不是寻常之物 十几个炎甲修士口中念念有词 片刻之后 苍白大旗顶端冒出了一道 手臂粗细的古白色火柱 朝着玄月光照激射而去 那些炎甲修士挥手打出一道法绝 十几道火柱扑的一声轻响 化为数百朵拳头大小的苍白火焰 飘舞而下 玄月光照晃也没有晃一下 怎么回事 光照之下的冷月城修士一阵面面相去 烈焰城的人搞出这么大阵仗 就弄出了这么一点小火苗 不过很快便有人看出了一桩 落在光照之上的白色火焰 不管光照如何震产 都牢牢地吸附在上面随风摆动 不好 这些火焰在吞噬光照上的法力 很快有人发现了另一个异状 大声出声 白色火焰仿佛海绵一般 不断地吸取着光照上的法力 慢慢变大 光照却慢慢地变得暗淡起来 白骨士灵火 冷蒙原本被海水城的巨星傀儡吸引的注意 听到叫声转头看去 顿时面色铁青起来 并一字一字地说道 看见这火焰如此诡异 惊慌的情绪开始在冷月城 众幽族中传递开来 连数十名护卫也面面相去起来 柳鸣收回了看向光照外的目光 逐而看向了冷蒙 只见冷蒙脸色一沉 垂在身侧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脸上的表情隐隐有些扭曲 下一刻 其深吸了一口气 身形移动地飞升而起 隔着玄月光照 遥遥站到了银山少傅的对面 海棠大人 我们冷月城和你们烈焰城 一向没有过节 不知道寒水城主 许了你们什么好处 不过只要你的人 能够从这里退走 在下可以给你们双倍的补偿 冷蒙朝银山少傅抱拳拱手说道 字字铿锵有力 银山少傅文言 却只是冷冷一笑 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只手臂一挥地下令继续攻打 另一边 蓝袍巨汉见此情形 却只发出哈哈大笑 目光中讥讽之意不言而喻 冷蒙的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起来 站在半空中的十几名银色优族 仍旧在不断地释放出白骨射灵火 没过多久 小半个悬月护照上 已经被一层层的白色火焰所遍布了 整个悬月护照的亮度已经下降了一半 另一边 寒水城的十几个巨型傀儡 仍在不断地挥动手臂 猛烈地轰击着悬月护照 在敌我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之下 纵然冷月城的五百名幽族卫队 接近全力地维护着护照 但仍然无法阻止悬月护照变得越来越薄 突然 轰隆一声翠响传来 整个悬月光照终于轰然破碎开来 寒水城和烈焰城的幽族 顿时发出一声欢呼 迁于幽族大军 顿时纷纷地飞升而起 朝着冷月城众人 如潮水一般地扑了过去 冷月城的众人 在见到悬月护照被迫 在看到近两倍于自己的敌人 冲过来的时候 不少人的眼中 更露出了绝望之色 不要慌 所有人听令 以队长为中心 集结军阵凝敌 就在此时 冷蒙铿锵有力的声音传来 声音滚滚 几乎压过了此刻的呐喊之声 让人心中一静 柳铭眉头一挑 诧异地看向冷蒙一眼 此人话语在此时 有一种莫名的震撼之感 竟然可以若有若无地 影响到别人的心神 冷月城五百名幽族卫队 文言纷纷身体一阵 立刻地反应过来 飞快地收缩起阵型来 五个小队在极短的时间内 以冷蒙所在为中心 组成了五个圆形军阵 迎向了从四面八方 扑过来的敌人 双方短兵相接 激烈的法力碰撞之声响起 各色法术光芒 满田击射 战况比刚才更加激烈了 寒水城的十几个巨型傀儡 此刻也化作一道道黑光 扑现了冷月城五个军阵 倒是烈焰成的 那十几个释放白骨 士灵燕的银甲幽族 此刻一个个脸色苍白一长 一副元气大伤的模样 在收起了手中银色大旗后 却退到了银山少傅的身后 在周围众多幽族混战一团的时候 柳明等十名被招募而来的守卫 还是没有动 依旧站在冷蒙的身后 因为他们都清楚 各大势力每次虽说声势浩大的 排出动作数百人的仪仗队 但真正核心的贡品 其实都在领队身上 也就是说 冷月城的其余一切都可以舍去 而冷蒙却是不容有失的 而他们这十个人此行的目的 正是保证冷蒙能安然无恙地 抵达必忧城 柳明此刻的目光 正栩栩地从周围冷月城 幽族所组成的五个军阵上扫过 这些军阵的套路 倒是和恶鬼军团排兵布阵的形势 颇为相似 不知两者是否有些关系 混战一开始没过多久 冷月城的众人便完全被压制 他们在不管人数还是整体实力上 都明显地处在了下风 不过所幸 冷月城的卫队及时组成了军阵 每个军阵中 百余明修士的身上的法力 都连接在了一处 故而一时间虽然被人压着打 但还是能够承受得住的 寒水城的蓝袍巨汉 暴毙悬于后方 看着前方漫天飞舞的各色光芒 脸上终于现出了不耐烦的神色 寒水城大军 虽然已经将冷月城的护卫完全压制 不过有对方的军阵在 短时间内还属法将其彻底击溃的 一旁的烈焰城的大军 情况也是相仿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蓝袍巨汉的心中感到了一丝焦躁 突然间其手臂举起 猛的一挥 此刻还站在他身后的 七八名服侍各异的侦丹镜的U组 立刻的飞尸而出 化作树道惊鸿 直接扑向了冷月城之人而去 有着七八名真丹镜的U组强者家住 冷月城原本就不太妙的局势 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 雷煞 红宗 冷蒙看到此景 脸色一沉 一脸点了身后五名 招募U组的名字 随后又吩咐到 寒水城的真丹镜太多 军阵也无法抵挡 即位去支援一下 被他点名的几名U组护卫点链头 身体一动 化作五道红光的飞射而起 朝着寒水城那边的战团飞去 擂台上的那名 驱使巨猿鬼位的魁梧大汉 也在被派遣过去的几人之中 只见其身上黑光一闪 那只巨猿鬼物从其背上 一个黑色口袋中飞了出来 口中发出了一声咆哮 庞大的身躯 丝毫不显得笨重 一闪之下 扑向了一名 一头蓝发的 寒水城真丹的游祖 而魁梧的巨汉 则是迪贺一声 祭出了一柄漆黑大斧 一道道半月形的漆黑斧芒 击舍而出 劈向了一个真丹镜的修士 其他人也和魁梧巨汉一样 纷纷对上了一位 或者两位寒水城的真丹镜修士 冷月城的真丹修士 虽然比寒水城少了一些 不过他们都是身经百战 战斗经验极为丰富之人 一出手 总算勉强将寒水城的 七八名真丹镜的修士 挡了下来 冷蒙身旁 此刻只剩下柳明 碧岩 还有其他三名修为 大概在真丹初期的幽足了 柳明目光 从魁梧巨汉等人的身上 收了回来 淡淡地看了冷蒙眼 眼中闪过丽丝 古怪之色 现在的局势 已经很明显了 对方实力太强 而且还隐隐地 未出权力的样子 就算是他们 这个十个人全部出手 每个人能挡住 对方两个真丹修士 也不可能彻底地扭转局势 若是他柳明 站在冷蒙的位置上 恐怕早就下令 四散突围了 能跑一个是一个 而不是现在这样 和占了绝对优势的敌人 死磕在这里 当然 若是冷蒙的手中 还握着什么底牌的话 自然又另当别论了 柳明心中念头转动 随即心中 又是一阵自嘲 自己还考虑这种事情干什么 现在周围一片混乱 不正是逃脱的绝佳时机吗 战场另一边 阎山少傅和十几名 真丹镜的烈焰城的幽祖 站在半空 注视着下方的激战 夫人 现在冷月城的人 已经微如泪软 我们此刻出手 立刻就能够将他们击溃 阎山少傅的身后 一个身材高大异常的 真丹镜的幽祖 有些急不可耐地见一道 还是先等一下 冷月城的人 不会这么凝弱的 冷蒙此人看似刚毅 实则狡猾得很 若是他当真技穷 恐怕早就下令 突围而逃了 寒水城的人 竟然这么积极 就让他们打头阵好了 毕竟这次 本就是以他们为主 我们正好在此 坐收渔翁之力 阎山少傅目光一闪 轻笑道 高大幽族文言 脸上露出了 不以为然的神色 嘴唇微动了一下 似乎还要再说什么 却被其身旁的一个 矮个子幽族 轻轻拉了一下 终于还是闭上了嘴 话虽如此 战斗已经开始了 好一段时间了 再拖下去的话 恐怕会引来其他势力的人 少傅身旁的 另一名戴着面具的男子 轻声说道 阎山少傅看了面具男子一眼 似乎对其比其他人高看一眼 魏一沉吟后 回道 那好吧 星葵 严球 还有干事兄弟 你们四人出手 设法探一探冷月城的底 少傅此言一出 站在他身后的一名黑袍幽族老者 一名轻衣青年 还有那一高一矮 两个幽族修士 四人同时答应了一声 随即飞射而出 冷猛猛的一转头 看向飞扑而来的四人 瞳孔一缩 牛手正要说什么 柳明已经单手掐绝 身上腾起滚滚的黑气 腾飞而起 迎了上去 一道绿光闪过 闭言同样的腾空而起 紧随柳明而去 冷猛大人放心 这四个人就交给我 和隐凶对付 闭言的声音 在冷猛的耳边响了起来 冷猛瞥了一眼身后的闭言 眉头微微一皱 手臂一挥 密密麻麻的灰色剑气 在其身前浮现而出 笼罩像那一高一矮 两个真丹镜的幽族 闭言身上也是绿光暴涨 化为千万的绿丝 呲呲作响 将另外两个黑袍老者 和轻衣青年拦了下来 哼 区区一个假单棋的小子 竟然敢敢拦住我们兄弟 竟然如此的不知天高地厚 那就正好 给我等打打牙击吧 烈焰城的高大幽族 目光在柳明身上一扫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暴力之色 大手一抓 一面黑色圆薄浮现而出 乌旋转之间 骤然长大到了格罗曼大小 将鸡舍而来的灰色剑气 搅得粉碎 随即当头劈了下来 看这势头 是打算将柳明切成两半了 感谢收听摩天计